11月2日 香港海关召开记者会讲述侦破历来最大宗泛云冰毒案件经过 10月29日 香港海关执法人员在轻衣海关饮货厂查获超过500公斤怀疑冰毒 估计市值约2.98亿港元 港口及海域科总指挥官里的性质 贩毒分子以水泥做掩饰将藏有251包冰毒的纸盒藏在水泥袋里 由于水泥很重 犯罪分子借此增加海关检查难度 据悉 这批毒品进香港转运至澳大利亚 冰毒在澳大利亚黑市价值高 一公斤冰毒在香港值60万港元 若成功抵达澳大利亚 可升值5倍 原来这个货柜是由南美墨西哥经南航再去到越南 在越南停留了三个几月之后 才转运来到香港 下一水报清目的地就是去澳洲 但是我们再经过追查之后 发觉 下一水是再经新加坡才转运去澳洲 我们初步觉得这个货柜利用运回路线是有些可疑 所以我们继续拣选这个货柜再作进一步清关 在10月29日 在青衣海关研货场 我们将这个货柜再作进一步的X光检查 香港海关毒品倒查科高级监督朱景贤称 在误流过程中 此运毒船在香港属于转口货柜 所以香港执法机关暂未做出人员拘捕行动 海关会继续与外国进行信息交换 他相信货柜属于跨境贩毒集团 并非供应香港本地市场 他也表示 2020年香港运毒犯罪活动有抬头迹象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下 世界各地进出口措施收紧 贩毒集团改变了运毒方式 以前常利用旅客携带进行运毒 2020年改用货运和快递刑事运毒 在2020年的头三季 海关在检获冰毒方面 我们总共检获了244公斤 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较 检获冰毒是上升了接近2.8倍 而其中这244公斤的冰毒里面 有217公斤是在香港国际市场里检获的 占了总体的差不多89% 而我们这些检获冰毒 主要是来自东南亚的国家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